什么?你们说你们要去上海? 明天就去 妈妈,你们不是说过 假期的时候一起去旅行的吗? 为什么现在你们两个人自己去玩? 林佳乐,爸爸妈妈也需要两人世界的 小朋友你知道什么叫两人世界吗?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爸爸妈妈自己去玩 佳乐,是爸爸五年很少休假 累积了很多假期,如果再不休掉一点 不是很浪费啊? 真的,一向都没有听过爸爸说嘛 爸爸妈妈不用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们吧 妈妈,你不要去太久 你不在的时候,我肯定睡不着 知道,妈妈不在的时候呢,要听舅舅的话 容姐会做饭给你们吃的,知道吗? 来,过来 你现在几岁了,还要跟妈妈一起睡啊 一点男子还气概都没有 哪里?我啊,三岁就自己睡了 真的?那我倒要看 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三个谁表现得最好 表现最好是不是有奖品呢? 当然有了 最乖的那个拿最大的礼物,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欣怡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要对妈妈讲? 你讲吧 我觉得有话要说的是妈妈 不开心的那个人也是你 好像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 妈妈,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 其实你心神不定的样子,我都看见了 打从流云哥哥推出那张CD的时候,你就不开心了 什么月亮的秘密吗?有什么好歌颂? 只不过是爸爸和那个女人的一段婚外情 欣怡啊 你知道妈妈不开心的话 你也会觉得不开心 你这样子讲永恒的妈妈 有没有考虑过永恒的感受呢? 妈妈知道你心疼我 但有些事 连妈妈自己都没搞清楚 我不想你对任何人有偏见 嗯,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再乱说了 嗯,这样就乖了 妈妈 到底你跟爸爸去上海干什么呢? 妈妈这次去呢 是想搞清楚一些事 永恒 永恒 怎么不跟他们一起打球啊 爸爸 你和姨姨为什么要去上海 这段日子以来 我试过逃避 试过不去追问 过去的事情呢 就让它过去 但是到头来 那种不明不白的感觉 原来我还是接受不了 就好像人在黑暗里面 看不到东西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捕风捉影 整天都会怀疑 这屋子里会不会有贼 又或者 有自己不想见到的东西 如果不去开灯的话 不看清楚 自己又怎么会安心呢 看清楚了就会安心吗? 会不会看一些不想看的东西 会 但就算看到自己不想看的东西 也会心甘情愿 因为不看清楚的话 又永远没办法去确定 爸爸问你 你记不记得你有一个宝盒? 嗯 里面放着你和妈妈的东西 嗯 之前呢 你尝尝关姐门来 自己一个人看 对吧 后来你打开盒子 跟爸爸一起看 再后来呢 你跟姨依一起看 从那时候开始 你跟姨依就变得越来越亲了 对不对? 爸爸 你说的是我跟姨依 还是你跟她? 都一样啊 又好 爸爸心里呢 也有个盒子 好多年都没有打开过了 我去拿登机牌 嗯 原本呢 你要去上海 我是不同意的 不过现在已经决定了 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友情 大多数的人呢 都喜欢听谎言 因为谎言是甜蜜的 明明知道是假的 也喜欢去听 不过呢 也有像你这种傻瓜 偏偏去追求真相 明知道会被伤害 不妥协一下 没办法 我就是这样的人 让人带你一起去 跟你一样傻 不过就凭这一点 我看这一次 应该会有个好结果 希望如此吧 啊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进去了 有什么事 打电话给我 嗯 我会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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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来来吃吧吃吧 哎 男的这么热闹 不如这样 吃完饭以后 大家伙一起做游戏 好不好 那好啊 那么玩电子游戏 好不好 好啊 林珈乐 你的功课做完了没有啊 妈妈不是说过 做完功课才可以玩的吗 反正他现在不在家 哦 哦 新衣啊 珈乐不是这个意思 哎 谁放屁啊 谁啊 你放屁 哎 是他 不是我 看我听啊 好像是江永恒在放屁 谁说的 不是我 你放屁 你 哎 不是我 是你啊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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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哦 谢谢 喂 你干嘛 有家不回啊 整天趴在这里 还是来请我吃饭的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更加让自己放轻松 这个是专家讲的 哎 家卫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 你不知道他跟两人去上海了吗 去上海干嘛 还不是你做的好事 把人家往事给抖出来 弄得人家心痒痒的 现在去了上海 说什么寻找真相 寻找真相 我说是自讨苦致啊 找真相有什么不好的 废话 不好的东西看得这么真干嘛 你脸上那些皱纹的雀斑 又放大剑看了又看 会好过一点吗 那是因为你没有被人家骗过 你没有被人家辜负过 说的好像专家这样子 你跟你老公只是耍手花枪 他骗过你什么了 他跟小妹妹去约会 就是他不对 同事之间吃顿饭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事呢 及时阻止是最好的 要不然让他们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该怎么办 做老婆的呢 就是一定要未雨绸缪 既然没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回家 那 不要说我不提醒你啊 老婆不在家 对老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很多男人都迫不及待老婆不在家的 这样子才有借口出去风流啊 很多男人说什么老婆不了解他们呢 什么冷落他们的 一大堆的 别的男人我不知道 但是国动是绝对不会的 那好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饭 然后唱KT 然后去跳舞 没有十天八天呢 都不要回家 对不对 好吧 十天八天就太长了一点 他都已经道歉 都认错了 你说一个老公 如果没有老婆照顾的话 是不是很可怜 那今天晚上不用陪你了 那都回来了 还没回来谁开着灯啊 一定是今天早上 出门的时候自己忘了关了 MR.O 争亏 难道真的委屈自己 跟着非面 一生一世啊 MR.O 争亏 四分钟了 去吧 À 哎 才几天没有回家 新疆里全部堆满了信件 怎么哪来一股臭啊 哎呀 几天的垃圾都没有丢 哎 一个家没一个女人成什么样子 连一顿饭都不会烧 男孩子就是这个样子 一辈子都像个小孩一样 不会照顾自己 哎呦 真可怜哪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还说自己是医生 都不知道会营养不良 哎 谢谢你的关心啊 反正我是这种人 不值得人可怜 病死最好 喂 电信168 网络最强 好 现在推出最新月费游会套餐 哦 是你啊 呃 等一下啊 啊 不知道什么电话这么紧张 难道又是那个安琪 嘿 吊一吊你的眼睛 看你敢不敢那么嚣张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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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是不是顺利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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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加点午餐肉才会有味道 嗯 嗯 真的好笑 哎 哎 嗯 刚才忘了说明天去哪里吃啊 哎 说得对 哎 午餐肉啊 也是他最最喜欢的 嗯 明天请他去吃午餐肉 上海真的很发达 跟九年前里有什么不同啊 多了很多新的建筑 九年了 这里不知道翻了几番了 起了又拆 拆了又再起新的 你说九年 就是九个月不来啊 都会吓你一跳 不过 变管变 上海还是上海 新的东西不断的加进来 可旧的东西还在 我瞒你们说呀 上海人嘛 都爱怀旧 其实 谁不是这样的 你昨晚睡得好吗 不太好 醒了几次 你呢 如你一样 你想了解江月什么呢 我想去见见他 你要见江月 既然已经来了 如果不去拜计一下他的话 我怕 我跟你都会后悔的 我们都不想带着遗憾回去 拜计完江月以后 你就当了了一个心愿吧 你们的往事 我想从此就能真正画上句号 请问 是林医生林太太 是啊是啊 你是陈小姐吗 对 我是江月的表姐 留言打电话 让我在这接你们 那谢谢麻烦你了 还记得他最喜欢紫色的郁金香 我跟江月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 听刘云说 你们决定照顾永恒 是吗 永恒是我的儿子 我应该照顾他 看来江月可以放心了 你确实是个负责任的男人 你不枉他为了你们的儿子 不惜牺牲前途 牺牲幸福 我明白 江月为了我 吃了很多的苦 江月就是在这个屋子里 养育着永恒 自他病逝后 再没有人住过 你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好吧 不论看到什么 我会跟你一起承受的 再不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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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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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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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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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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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